师父上次说过我跟菩萨有沟通障碍 然后就让我加心心 然后我心心是从49边加到48边 那除此之外还要做什么吗 没有什么大问题 自己第一要谨小慎微 学佛如理薄冰 度人的时候讲话要切记不要造口业 明白吗 因为当你度人的时候 后法神度在你身上 或者菩萨在你身上 你只要乱讲的话 菩萨就会不开心的 后法神会惩罚你的 听得懂吗 就是说你不能拿着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拿着这个教义佛教 到处去给人家宣讲 宣讲的时候再加进自己的东西 然后呢再要骂人 说人家法门不好 那这种人我可以告诉你 很快他就会走偏的 就是这样 所以学教学教怎么来的 就是拿着菩萨的教理 去整天的批评这个批评那个 这个法门不好 那个法门不好 所以因为佛陀说过 佛教是无真的 是宗教嘛 对不对啊 所以他违背了 佛教的教理 他整天的讲这个不好 讲那个不好 那你一定 一定不是正统了 佛教了 明白吗 嗯 明白了 谢谢师傅 开始